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安琪老师就要来分享 健康美味的好料理 今天要烧的是这个水煮牛 水煮菲力牛 那这个牛肉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很容易又硬又柴 所以处理的功力很重要 对 我们现在大家很奇怪 因为我们讲到猪肉的时候 我们像刚刚主持人讲小里肌 大里肌就是大排骨肉 但是一讲到牛的话就被稀化了 就讲成菲力跟沙朗 其实菲力就是小里肌 沙朗就是它的大里肌 这两个部分其实都是油花比较少的 像你刚刚讲到和牛那些 就是比较会 脂肪就高很多 那我今天买的这个是菲力 就是小里肌的部分 小里肌我们给它稍微冰一下之后 硬一点了我们比较好切薄片 切了薄片之后呢 我们就用一点点水跟盐先抓 因为肉吃水膨胀 它就会变得比较嫩 那然后呢你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拿一点蛋白来打 会让它比较滑嫩 那我是用太白粉 我就抓了一点粉 给它稍微腌制半个钟头以上 那这边水煮牛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蔬菜其实很多 因为蔬菜价钱便宜很多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垫底的呢 我们是用黄豆芽 因为待会水煮牛它会泡在这个汤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绿豆芽 要用黄豆芽 那我们这边用油吧 黄豆芽炒一下 而且基本上因为它的调味口味比较重 所以搭配豆芽来平衡它的膳食纤维 跟水分也是很好的 所以这边豆芽之外 我今天还加了金针菇 就是帮助它这个蔬菜的部分多一点 那这边呢我们就先拿这个葱段 好我们现在热锅热油爆一下葱段 然后葱段有香气 然后我们这边来这个黄豆芽 好 黄豆芽的量蛮多的 我们就给它稍微放一下 因为黄豆芽不容易熟 所以我们先把黄豆芽跟这个芹菜 那我今天加了一点金针菇 我们把这三种蔬菜呢 都给它加一点水 加一点盐调味 加一点水 我们给它稍微焖一下 我们大概焖个 我豆芽的话焖个五分钟 三五分钟 因为黄豆芽比较不容易熟 但是黄豆芽这个豆子吃起来比较香 而且它也比较占它的量 所以我们这边呢稍微 因为量多 我们稍微先调一点盐的味道 给它一点咸味 然后我们就给它加一点水 大概有个半杯的水 让它稍微软化一点 好 因为我们蔬菜待会也是用这一个 水煮牛的比较重的酱料来调味 所以蔬菜这里 维持它的自然原味就好了 对 少许的 只要少许的盐 不加别的东西 好 我们就加一点水 然后给它焖一下 然后佐料的水 给它焖一下 好 那牛肉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一点油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 飞力的部分 就是小鲤鲤的部分 所以油可以稍微多一点 好 那这边这个牛肉 我们大概要倒差不多六分热 六分热 我们把牛肉划炒一下 传统的水煮牛这里是过油吗 过油 对 要用很多的油 特别在餐厅里头 都用很多的油去过它 但是我们这边就稍微把它炒熟 好 我们在家里用炒的 所以刚刚讲说 这个牛肉的前置作业 那个打水很重要 因为水分越多 其实它的肉质就越嫩 对 以前有这些不孝的商人 他们为了让东西卖的重一点 对对对 就会给它去泡水 泡在水里面打水 像牛肉的话也是打水 然后让它比较重量增加 这个刚刚有一些海鲜也是 对 有一些海鲜也是 泡过水之后比较赚 就比较重 对对对 那它就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对对对 可是你在烹调之前 让它打点水 它水分增加 它是这样口感比较嫩 对对对 好 我们这边把它炒一下 让它炒熟 因为蛋白质跟人肉一样 你看那个小朋友都水水嫩嫩 嫩嫩 然后我们老化了 脱水了 脱水了都一天到晚要保湿 对 好 这个 炒熟了把它捞出来 打水之外 再打一个蛋白 打一个蛋白 然后蛋白吃进去了之后 有一点点太白粉 或者有一点点油 那太白粉也是要裹住它的水分 裹住它的水分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 我今天早上做的 大概腌了两三个钟头 红肉需要两三个钟头 那个对 红肉需要时间比较久 因为红肉的肉质比较紧 那如果像我们用到鸡肉 鱼肉或这些东西的话 就腌的时间可以比较短 尤其是鱼肉 我们腌下去大概十分钟 它就入味了 对对对 那鸡肉也是比较嫩的 我们鸡肉的话 这个是胸肉 对 它是白肉的代表 我们大概只要腌二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安琪老师 你有一阵子也是在增肌减脂的 那一阵子你就会尽量摄取鸡胸肉 鸡胸肉对 然后鸡胸肉就变成花样吃 有的时候白煮 有的时候就给它 像苏肥一样 对对对对 就到超市去买这个苏肥的 对 那像牛肉的话 我也吃 因为牛肉里面 它除了这个蛋白质之外 它的铁很重要 对对 就不能贫血 因为我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女孩子都会失血 所以我们就多吃点牛肉 让它有铁 然后它的A也很多 它的A含量也很多 所以一个礼拜 我觉得吃一次牛肉 两次牛肉 应该是OK的 好了 它现在差不多熟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淋热汤 跟淋热油 所以我们大概有八分熟 九分熟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好 我们大概八九分熟 先取出来 因为我们待会儿 这个热油要来处理 它的那个酱料 对 好 那这边我们再换一个锅 我们把我们的辛香料 我们把这个汤汁做起来 因为水母煮牛 其实它是泡在这个汤汁里面的 我们把大蒜先炒一下 好 大蒜先炒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接着加 就加我们的辣豆瓣酱 好 这其实是一道川菜 好 那我们这边一点热 我们爆一下这个蒜 蒜木 然后炒一下辣豆瓣酱 好 但是豆瓣酱要炒 豆瓣酱要炒 豆瓣酱炒一下它比较有香气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下水 好 炒完豆瓣酱这样就要下水 要加水 对 好 好 现在很像红汤 对 红酱 它的水煮牛跟水煮鱼 一样的做法 说如果观众朋友里面有不吃牛肉的 你可以拿鱼片来代替牛肉 那我们这边就给它先煮滚 那我们这边来组合我们的这个豆瓣 跟我们的牛肉 我们刚豆瓣已经这个焖熟了 所以豆瓣跟这个金针菇当基底 对 然后刚刚那个红汤待会会淋上去 对 但是豆瓣的汤汁你并没有要下 汤汁你要用那一锅 那一锅 对 那我们这豆瓣汤汁你觉得可惜的话 可以把它下在那个汤里面 因为豆瓣它这个汤也有豆瓣的营养成分 也有它的营养成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倒在这个红汤里面来煮 盖上锅盖会比较快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六麦油 因为这个是待会最后淋在上面的这个热油 这边呢大概通常餐厅里面都会放一杯 放到一杯 那我们的话呢 大概放个三汤匙好了 所以红汤跟热油是分开做的 对 所以热油是最后才做那个油箱这样子 对对对 在红汤上面 所以水煮牛是这样子 对 水煮牛它其实不是煮出来的 它是拿热油这样喷上来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来这个花椒粉 好 花椒粉 来 花椒粉 这边来辣椒粉 好 好 那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汤汁滚了 已经滚了 好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花椒油 也加进来 花椒油不要太早加 它煮一煮它就没有味道了 好 最后再煮 最后这样 然后水煮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勾个芡 好 我们的那个汤可以稍微勾一下 薄的芡 对 勾芡的话它待会 那个豆芽那些蔬菜啊什么 比较容易吸附在它上面 好 好 我们的这个红汤 稍微勾一点点芡 好 那辣豆拌酱是咸的了 所以我们这边里面 只要少许加 如果口味重的话 少许加一点盐 不重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就 就用它原味就好 就用它的原味就好 因为它事实上 这个咸度是蛮高的 对 辣豆拌酱咸度蛮高的 好 那再滚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下来 好 我们先淋的是汤 汤 小心哦 对 好 来 来 我们浸热汤 好 我们这个热汤 大概有八分 到牛肉 盖到牛肉一点点 但是不要把辣椒粉 跟这个花椒粉盖到 真的哦 因为粉要用油葱 对 粉要用油葱 这个油现在热了 好 我们现在热油来葱 好 它就会有这个 好香哦 整个红油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水煮牛 家常版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因为试觉和味觉的饗宴 尤其那个热油淋上去 把那个肉还有菜的那个香 比如说辣香味都激发出来 然后一口咬下去 我发现老师那个肉很厉害 因为可能是处理过 非常的软嫩出汁 而且跟那个青菜啊 包含在一起 它的口感是多层次的 我可以吃到肉的软嫩 也可以吃到那个菜 菜的那个脆度 我觉得以健康料理而言 这个不辣 没有什么负担 而且其实是蔬菜的比例蛮多的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肉类 肉食的好处 但是我们要注意饮食的比例 其实那个皇帝内经有讲 五谷为养 五畜为义 也就是说我们饮食的金字塔 其实还是以